继续关心来自于泰国曼谷的消息 现在曼谷市民是高度警戒 准备迎接今明两天 恐怕还有另一波的洪风到来 而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淹水期间 泰国地区的慈激志工几乎是天天出动 很多时候都必须像这样涉水而过 因为要去了解灾民的需求 针对还住在家里的志工是挨家挨户 送上了点心和医药包 那么台湾的慈激志工也将组成勘灾小组 尽快出发评估灾民的需求 除了怪手机具 曼谷东区的明屋里街道上 几乎无人往来 因为道路成河已经一个多月 慈激志工关心照顾户的生活状况 挨家挨户送上点心和皮肤药膏 住在郎曼区的超先生不怕自己肚子饿 就担心智能障碍的儿子肚子饿了会伤害自己 关心永远在 所以志工们总是知道此时的乡亲需要什么 然而并不是所有淹水地区都能等候大水渐渐退去 暖五离府的丸果县河边防水墙崩塌 水位日益涨高 在泰国分会总务组的志工匹派 决定请90多岁的母亲离开住处 体贴法庆的忙碌 三位志工主动陪伴匹派的妻子接受母亲 大水无情 人间有爱 未来还有漫漫长路要重建家园 慈激人的陪伴没有停下来的一天 大爱新闻360坤大梦德烈泰国报道 大爱新闻